在美国如何执行死刑 执行死刑的方法有五大种 第一种也是最常用的办法 就是打针 除了打针之外 第二种是电仪 除了电仪之外 第三种是毒气 除了毒气之外 另外两种最不流行 也是最痛苦的办法 第一是绞刑 第二是被枪打死 这五种里面 90%以上都通过打针的方式来进行 因为打针跟其他四种相比 是相对来说最人道的死刑的施法 那么打针里面 细说 它一般最常用的 是给你通过三部 或者三种药的打针办法 哪三种药 或者说哪三部呢 第一是麻醉 你麻醉以后 假设说麻醉效果很好 那么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第二的话 实际上让你停止呼吸 换句话说 它是让你的肌肉停止活动 尤其最重要的让你停止呼吸 你不能呼吸 然后第三呢 在你停止呼吸 肌肉不能动之后呢 这个第三种药打进去之后 让你的心脏停止跳动 当然有人说刘律师 那个打针的办法呢 虽然呢 很人道 没痛苦 或者说少痛苦 那么我有没有法律的权利 要选择施法 你说刘律师 我觉得就被子弹打死好了 虽然痛苦 但是短暂 或者说我呢 选择电影 选择毒气 那么当然这是你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选择 但是法律上是不是允许 就要看你所在的州 是哪个州 目前呢 在死刑合法的32个州里面 有12个州 实际上你是可以 有这个选择权利的 从美国1976年以来 那么现在大概有1700人 已经被执行死刑 已经被杀死 那另外呢 有将近3000人 正在等待被执行死刑 即使在死刑合法的州 包括加州 那最近一次执行死刑 也是10年前的事 所以整个大的趋势 是说那个死刑越来越不流行 因为这个背后的观点 理论认为说 死刑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 一个处罚的办法 第三 什么样的犯罪可能会面临死刑 几个大家知道的 第一杀人 那第二呢 重大贩毒 然后第三 截击 第四 叛国 其中包括参与恐怖分子 变成恐怖分子 参与恐怖组织 这类犯罪 所以在美国来说的话 总体来说 大部分的州还是有死刑的 这是第一 所以不要违法 然后第二的话 即使现在最流行的办法 通过打针的办法 把你打死 但还是会有痛苦 虽然跟绞刑 跟电影比 还是相对 不会那么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